好的 那我們會用多重引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編輯這個多重引線 首先第一個 加入引線 按鈕就在這邊了 加入引線 你要先有一個 先有其中一個 然後再按加入引線 然後他叫你先選嘛 我就先選一個多重引線 然後問你說請問你新加在什麼地方嗎 那你就點 你看你新加想加在什麼地方 你就死命的點對了 然後他就一直加上去 這個沒鎖到點了 當然就不行 那但是他就這樣加上去 所以超簡單的 那移除引線也是一樣 先點移除引線 再選他 然後跟他講說我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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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他就移掉了 這個移除引線 所以加入跟移除其實還蠻簡單的 再來對齊引線 對齊引線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好玩的 也蠻好用的 就是你不用每次 假設你想排得很整齊 你不用自己就是加完就在手動排 先點對齊 先點對齊 對齊選這個 然後呢 盡盡你盡量按順序選 你不要跳著選 先選起來 決定 然後呢 問你要對齊誰嗎 假設我對齊B 因為B是最外面 我對齊B 之後呢不要接點齁 你注意看你的滑鼠 如果你拉垂直的 他就全部以垂直來對齊 你如果拉到水平 那就大家都水平對齊 所以你的滑鼠可以決定我要垂直還是水平 當然也可以斜的 你也可以斜的對齊 這樣斜的對齊 只是因為我現在這個孔位 不適合斜的對齊 所以我做直的對齊 我再做一次 對齊你先 然後我要對齊他 然後 直的對齊 這樣大家都對齊好好的 所以其實蠻簡單的 我個人認為我最好用的 其實是分三對齊 因為這個直的對齊 是不是他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還是參照你原來的位置 然後只是把他水平拉平 或者是垂直拉平而已 那對齊 這種分散式對齊 就你可以設定間距 對齊 我一樣把他們選起來 確定 然後呢 把歐選項 歐選項裡面的分散式對齊 分散式對齊 然後你跟他講 我第一點想在這裡 第二點 你看 自己拉 你想多寬的自己拉 你想斜的也沒問題 這樣子也很方便 你想水平的也可以 你想水平也可以 就隨你了 隨便你 因為對我方向這樣不太對 所以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重新再一次 歐選項 分散 第一點在這 第二點在這 但是很快 垂直的自己拉 再來 使線段平行 現在 各自的不同的角度 如果你想做漂亮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對於 對於 機械工藝設計還蠻重要 就是你在標注這種東西的時候 他都會盡量要求要平行 然後排列的很整齊 那 對齊 我一樣把他們選起來 然後 歐選項裡面的平行 然後我選擇我對他平行好了 這所有的現實都對齊齁 對齁 對齁 都會平行 然後指定間距 就你可以指定每一個的間距是多少 選起來 歐選項 呃 指定間距 例如說我間距 你也可以 直接給齁 直接給 然後說我要對齊誰齁 對齊他 從他開始 然後每一個間距20 但是每個間距20齁 你用滑鼠控制 你可以水平的 垂直的 甚至有角度的 大概都是20 20 20 不一定要垂直 齁 你等一下自己試就知道 那使用目前間距 這個 老實說比較少用一點點 也就是說他根據你目前的間距 幫你去對齊齁 歐選項 使用目前間距 我對他 齁 使用目前的間距 目前的間距 然後 把目前距去改成水平 然後垂直的 或者斜的 都可以 那我改成垂直的 這樣 就使用目前的間距 改成垂直的 齁 所以這些都是 呃 對齊 那最後一個 我全部把它講完齁 最後一個在收集 收集的話 其實 呃 對比較複雜的 那種機械圖的話 齁 其實它蠻重要的 那建築比較少 建築不會有這種東西 齁 好 那 按收集 那一樣 記得按順序選齁 你不要選錯 因為選錯它正好做相反齁 齁 好 確定 那它就會變成 3 2 1 齁 3 2 1 可是這是不是 跟原來的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原來是 1 2 3嘛 但是你收集完變3 2 1 就看到鬼了 這完全不對 齁 所以要記得順序 齁 然後 你也可以 收集完之後 跟它講我要垂直 或者是水平的 收集完了 齁 三個都收集完了 啊不要急再點下去 齁 你也可以跟它講 我想換成垂直的 它就變成直的三個 齁 齁 就排列成直的 或者是排列成水平的 收集好之後 按 水平是H 大家就排列成水平的 齁 齁 或者是這更屌 把這麼多顆收成一顆 齁 但是它要斷行 齁 它要斷掉 齁 那 收集 照順序啊記得 1 2 3 4 這個 我這好像做錯了 對不對 然後 你去跟它講 拆行 拆行之後 你可以用數值 用寬度去給 我這邊是先 隨便給個寬度 然後讓它去拆開來 它就會拆成 1 2 3 4 5 6 好 好 那 來 各位你自己先試一下